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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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 《索馬動人大呼籠盤》的盤後解盤視頻 直接來看盤好不好 老朋友今天是直播啦 那直播 如果說好朋友們 如果說你有持股上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到這個17號18的部分來做提問喔 不過說真的啦 這種行情 這種行情只能怎麼樣 這種事你要想辦法頂住啦 該說的我現在之前 之前節目上我們都已經講了 就是該減碼的你要做減碼 那手中要有大部分的資金 也就是說什麼 就算你有傷都沒有關係 你皮肉傷就好 你不要全部的錢到現在還在裡面 如果說你全部的錢都在裡面的話 現在就掛點了嘛 如果說你是有五成以上 或是說七成八成 甚至說九成以上的錢在手上的話 我認為後面機會是很大的啦 甚至於我知道今天雖然說跌了七七花的 跌500多點 這跌鐵板加速這個 同朋友 現在也不用算什麼跌鐵板加速 你看漲了就好 那漲的加起來 漲的平盤的加一加 連100下都沒有 所以說是有一點崩盤的狀態 崩盤的狀態 崩盤的狀態就是疫情失控了嘛 在歐美這邊疫情失控 當然同朋友 如果說你借用中國大陸的經驗來看 我知道現在你看這個新聞都很恐慌 封城啊 幹嘛的 什麼確診啊 多少人死亡什麼之類的 你把現在新聞你想想看 在1月底的時候 中國1月底武漢封城嘛對不對 你就把那個什麼歐洲或義大利 之前那個新聞武漢那個換成義大利就好了 現在就是新聞是一模一樣的嘛 但是你現在是3月19號 39號你有沒有發覺現在的疫情 基本上中國是已經和緩了嘛 就已經緩解了嘛 它到底還有沒有 或是說完全消滅 這個東西當然同朋友 這孩子都觀察了 不過呢 確實現在中國是沒有之前嚴重 它的封城什麼的 是有效果的 那如果說你借用中國的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也就是說什麼 現在歐美在做中國1月份 2月初在做的事情 所以應該是一個月到兩個月後 如果說有效的話 一個月到兩個月後 基本上是怎麼樣 基本上就會慢慢看到什麼 慢慢看到和緩的部分 那和緩的部分當然 也許人會說 這個第二劑 現在這麼慘 第二劑是不是會有影響什麼之類的 會有什麼砍單斷電什麼的 同朋友當然有嘛 但是你去想一件事 股票市場 它是領先的市場 它不是落後的市場 你現在跌成這樣子 同朋友你記不記得這個是我們 在3月11號 3月11號我說疫情面前無解 這無解的沒辦法解 我已經沒辦法跟你解了 為什麼 我看不到病毒 不能跟他說 找問一下 沒辦法卡電給你 看要怎麼樣 你到底要感染多少 這個沒辦法跟他談的嘛 無解嘛 停損你一做好 對不對 該停損你要停損 錢趕快先拉出來一點 就算你已經習慣在那邊做股票了 起碼你要 你也要 你也要 減碼 你不要全部都在裡面 全部都在裡面 就掛了 所以你一定要減碼 把資金大部分都抽出來 你100塊留個10塊在那邊玩沒關係 起碼你後面還要怎麼樣 你還有90塊可以救命的 對不對 可朋友 這是3月11號 那算多少 3月11號還在1萬1啊 老朋友 三月宅侯更了1萬1 今天3月19號 我跟大家講完 還10天都還沒有 可朋友 連10天都還沒有過 月初 3月11號就是算月中嘛 月中講了現在 現在連月底都還沒到 今天3月19 月底是3月二級嘛 月底都還沒到 1萬1現在只剩多少 存8千5萬而已 我問你 才幾天的時間已經點到2500點了 它沒有反應後面的那些事情嘛 後面的 我剛剛跟大家說的 什麼鍛鍊啊 砍單啊 經濟帥這些東西 基本上它已經在反應了 而且呢 而且就是甚至有點 我們說實在 有點反應過頭啊 都一樣 人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恐慌的時候會更恐慌 我相信這個 如果說你住南部的話 那個我們國家都說什麼 我們只有一張卡槍嘛 不要搶衛生紙嘛 你要不要看看 你家附近的便利商店 還有沒有衛生紙可以買 我們剛剛樓下的兩包 剛剛已經被買走了 沒有衛星座啊 所以說都這樣說 大家怕就是唱 說都這樣說 我現在今天總統要喊話了嘛 我跟你講講一樣講 盤中就知道他喊話了 一樣照砍 嚇到嚇死人嘛 但嚇到嚇死人 就心態來說 有沒有 就心態來說 我不是跟你說什麼地方可以大買特買 就心態來說 我認為這個地方你要開始反向思考 因為跌 什麼時候落底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落底我不知道 我現在說的是心態 我現在說的是心態 3月11號跟大家說 你這個地方你活著比較重要 停留你做好 那時候1100 現在只剩8500 已經摔了2500點下來 如果說你是從1200開始算的話 已經跌多少 跌3500點下來了 已經跌下去了 這跌下去 以美國來說 已經跌到川普就任那天的點位了 他就任的時候是19257嘛 對不對 現在美國呢 19多多 19XXX 所以呢 所以 如果說真的跌破那19257 等於什麼 等於他上任以來全部白做工 股市經濟的除瘡 每個總統上來都說拼經濟 我們的也是啊 這是2016年5月20號 那天收8131 老朋友你看那時候的承諾量多少 蔡總統就職的時候 8131承諾量只有582億 多可能 沒人要算 量到少 現在呢 就算崩盤都還有 他有千億不是嗎 今天好像多少 今天量好像蠻大的 你要量多少 2697都快 老朋友現在量是這麼大的 所以呢 那時候在這邊 快沒安全距離了對不對 老朋友今天收86 8681嘛 8131 還有500點嘛 500多點嘛 老朋友你不要想說 500點還很遠 現在每天都幾百點在想 如果沒有趕快踩個煞車 沒有趕快做個準備 沒有趕快心情喊話一下的話 這可能明天就到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到底國安基金戶不戶談 說真的啦 要戶的話他不會講 他現在先丟個議題出來 大家刺一下風向 應該沒錯吧 他就刺一下風向 但是呢 如果說以一個執政者部分來看 雖然說他沒有在連任的壓力 因為他選第二任了嘛 他也沒有什麼連任的壓力了 但是呢 但是這歷史定位的東西 8131這要拐破了 快破了嘛 所以應該會頂一下啦 我的看法應該會頂一下啦 所以你就一個心態來講 其實我的看法是 當然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反向思考就政治領導人角度來看 這個地方 你不用看壞了 不要一直想說什麼 會崩盤幹嘛 應該是沒那麼嚴重啦 第二個是什麼 有沒有 你看這個啦 我之前都跟大家說 你什麼撒錢幹什麼 來降息啊 沒有用嘛 對不對 因爲什麼 因為止不了咳嗽嘛 你止不了咳嗽就是沒有用的啦 啊現在咧 有時候你仔細看 因為現在大家被疫情這個部分 嚇壞了 其實這是昨天的新聞 富士短片 這好像新天新年也有講 富士短片下面也有一個藥 之前那個在做抗流感的 叫法批拉圍 有沒有這個中國拿來做什麼 做磷酸試驗 他這邊有講 他說法批拉圍在冠狀病毒 就2019這個啦 武漢肺炎這個 顯示出良好療效啦 且無明顯副作用 以建議儘快納入診療方案 你說說什麼 當疫情發生的時候 中國其實 中國其實我告訴美國 你知道嗎 中國告訴美國 對我就是武漢肺炎嘛 是你自己不管的啊 所以美國現在這樣 他也過不了別人啊 你川普的情緒 啊這個就感冒而已啊 一開始沒錯啦 大家都以為是感冒 結果沒想到就是他傳染這麼快 但是再怎麼樣的疾病 你現在醫學 現在醫學算發達吧 發達這個東西就已經在用了嘛 那在用的話 中國如果說有效 有被控制住的話 有被控制住的話 如果這個藥的話 臨床效果良好的話 其實慢慢的 因為現在 這個是很快在做臨床實驗的 如果說有效的話 你歐洲那些 基本上應該怎麼樣 應該就有救了 我怎麼講 就應該就有救了 就比較不會像什麼 中國一直在做這個東西嘛 就不會像英國嘛 英國就隨便你了 你就感染吧 我們就是用群體免疫的方式嘛 他跟病毒投降了嘛 我沒辦法 群體免疫嘛 大家都感染了 該死了死一死 趕快跟人性人道別吧 活下來的就是 你後面就有免疫細胞了 你就可以免疫了 就不怕了 強生就這樣搞啊 這樣搞他就跟病毒投降嘛 日不落國 曾經的日不落國 反正就是 他是這樣搞的 但是中國不是嘛 這中國的部分 就是 就是 那個日本的部分 但是日本這個東西 日本也很嚴重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他現在怎麼樣 他這個公司說 他現在要自己用 就是 先用在日本這部分 那除了這部分 還有什麼 中國在弄疫苗啊 陳薇啊 陳薇你可能不知道啦 但是呢 在2014年的時候 那個伊波拉的那個疫苗 是陳薇弄出來的 就腺病毒後面再接一段 就是 那個是那個生化的東西嘛 就腺病毒後面再接一段 然後他現在把這個東西怎麼樣 他現在把這個東西一樣啦 腺病毒再接一段什麼 再接一段這個新冠疫苗 現在也在做什麼 也在做臨床實驗 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腺病毒 就像小車一樣啦 綁著這個要針對的危險病毒 在人類的免疫系統的遊街啦 讓免疫系統 記住該危險病毒的樣子 甚至抗體 對在病毒震動入侵的時候 就可以全力出擊 充分炎炎消滅 所以同朋友 如果始作勇者 是這個咳嗽的話 現在世界各國 就是一開始 引爆了中國的部分 有沒有盡全力在做這東西 其實他是有在做這東西的啊 有在試藥嘛 有在試藥也有在用疫苗嘛 所以呢 所以 我的看法是 你疊到這個部分 該反應的東西 什麼鍛鍊啊 什麼經濟衰退 什麼什麼 一次都反應了嘛 同朋友 不是 你實在這樣怎麼反應 但是呢 但是一旦後面這個咳嗽的東西 開始怎麼樣 開始有一些慢慢的 什麼藥出來的話 大家開始恢復理性的話 應該怎麼樣 應該 應該是有辦法動的啦 好不好 就是你安全距離要留著的啊 像今天850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8500這個地方 他是有在手的嘛 實現幹嘛 實現那9100嘛 實現9100 一下都灌破了嘛 一下都灌破 你如果是總統 你不會剩一條 實現一下就破了 破要怎麼辦 我要搞了呢 要搞了 選舉的時候不是說 萬年多久 結果沒多久就灌破了 防疫啊 做多啊 結果也灌破 現在每天確診都很高 所以你從自己部分來看 同朋友我還是講 心態喔 我不是說啊這個地方 哇可以大買特買的 我們全部買進 心態你可以稍微偏多了啦 不用看那麼空啦 好不好 那應該就是 你現在各國都在封城嘛 封城差不多一個月嘛 好不好 就看這個一個月 一個月如果說有效果 慢慢和緩的話 應該抄疊就會漲回去 抄疊啦 現在很多國家都抄疊啦 同朋友你把青菜打一支 不是都腰斬 全部都除以惡 每次都除以惡了嘛 國際除以惡嘛 對啊有人問精彩嘛 除以惡了嘛 對不對 散熱的 除以惡嘛 每次都除以惡好不好 是哪裡有重的啦 除了那幾支什麼什麼聯軍什麼的 聯軍飢量店 前幾天還在撐著啊 今天有跌停 對吧 那些還有撐的 還跌幅沒那麼大以外 其他的都是除以惡 好不好 所以超跌狀況 有沒有超跌 後面隨便談一下 這種跌法後面如果說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穩 你不知道聽我講完 明天的話全部買滿它 全部買 我不知道會不會再跌喔 只是心態 心態 我說是心態啦 如果要買的話 一張一張慢慢買啊 跌停買一張 又跌停再買一張 對 你總不能連續後面每天都跌停版吧 那有可能 現在八千五 這每天都 如果每天跌停的話 很快就不會3955破了吧 對 我是沒看那麼壞 當然 現在這種世道 對 巴菲特前幾天不是講嗎 八十幾歲了 看第一次熔斷 結果呢 整整整每天都熔斷 熔斷看六次耶 好不好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有開始用藥了 有開始用疫苗了 然後這個地方 對 從11號這種摔法 非理性殺盤 非理性殺盤的話 就是心態稍微轉多一點 好不好 啊 有傷到的 對 他沒有賺完能力 該做的我都做了嘛 我也沒在高檔的時候跟你說 哇 全部買滿這個地方不用怕 啊 第一時間跟你說 有問題啊 趕快聽準提議做好 錢收回來 對 阿崩下來 八十幾天 就兩千五百元了 啊 這個地方我認為心態 就是 不用看那麼差啦 好不好 當然講的是一樣操作方法 只是這個操作方法 在那個大家非理性的狀況下 沒效嘛 對不對 剛剛跌停了 昨天法蘭大買的 是不是也跌停了 不是嗎 但是 他恢復理性 基本上還是一樣可以做啦 好不好 當然 還是一樣 跟著大路走財富一定有啦 我那天跟大家說 你要 停手停手做好 就是有人在撤了 有人在落跑啊 啊落跑 你看台電就好啊 台電跟沒人在接 一個員工確診的 不是嗎 他通常他不是產線的啦 照理說 他應該今天跌停對不對 他怎麼沒有跌停 還會拉起來 你不覺得 這一定有人買嗎 不會是你買啊 這是國家買的吧 應該是吧 對不對 那順便強調一下啦 喜歡分析的話 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好不好 這個 那個節目更新完 第一次推播通知你 我看一下 我隨便看啦 好不好 金融股 金融股 我在看 欸 中豬這個好像 他在大陸對不對 中華大陸嘛 中華大陸那個 現在大陸狀況 好像不是很好 好不好 很多呆帳 你自己小心一點 好不好 因為他是 他還是銀行股嘛 但是他是沒有收 他沒有收 沒有收存款的銀行股啦 你就這樣想到好啦 中豬這種 他是沒有收存款的銀行股啦 當然 因為他主要是什麼 都借大陸的 大陸的現在的狀況 還沒有那麼好 好像 有聽說有一些呆帳 所以你自己小小的啦 然後這個金融股 金融股你是要被定存的吧 哪你是要被定存的 2801 這買定存的吧 你該不會說這個是買來做加差的 這金融股不是 跨不出台灣海峽的東西嗎 你跨不出台灣海峽 現在不是零利率了嗎 零利率 這是要怎麼有利差啦 就變這樣啊 所以就 要砍殺嗎 我覺得先留著啦 等彈一點再把它出掉啦 不然這怎麼殺 殺在最低一點 我說的反向思考是 後面有前景的啊 我現在你看我的節目 基本上我沒跟你講金融股啊 你做股票基本上要做 有賺錢嘛對不對 當然第一個有賺錢啊 然後再來要有成長嘛 因為你有成長的話 你有產業趨勢的話 你那個本益比才會拉高嘛 基本上我們要找這種股票嘛 那我相信你看我的節目 我從來不看金融股的啊 所以這個你要不要砍 你要砍 我看一下現在多少 18塊啊 18塊 砍殺啊你要不要換股啊 因為這個股票我不知道會不會彈啊 但是如果說你後面穩的話 應該是 反而現在在少了一些趨勢股 他後面基本上會彈的比較快吧 啊彈的比較快 如果說這種股票應該是零股息了吧 你後面真的喜歡的話 你先賺那個反彈價差回來 再把它買回來啊 對不對 我現在這一段零股時代也沒好啊 你看那中鋼特2002A 也算是55塊 今天多少 47、48 也是一樣跌一層下來啊 零股息基本上也是沒什麼效 好不好 啊玉山金也是跌的稀花的 不是嗎 玉山金、趙鳳金 這些之前零股息的都掛了 如果說你要什麼真的是零股息的 不然你就靠換零股 就換零股那邊去啦 對理事實還蠻好看的 理事實還真的很好看啊 看一下 還有什麼 優群那麼強 優群就是有殖利率的保護啊 有沒有其實你可以看啊 優群317嘛 他殖利率保護啊 他好像配5塊多嘛對不對 剛剛講的嘛 也是很慘耶 你看這個那時候我們有坐上去嘛 坐上去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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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他有停住而已啦 停住這邊是什麼 就是算類似他的投資價值啊 投資價值的話 也是同樣的法例也是買 買也是買不起的啦 他這邊他是高配股啦 我就好像配多少 是配5塊多啊 我記得他EP去年5塊多嘛 配4.3嘛 所以他的殖利率基本上算不錯嘛 自己算一下今天收6.8多嘛 收6.8多啊 你配4.3 4.3除以6.85算70好了 差不多6%多嘛 對不對 6%多 就是有殖利率的保護嘛 反而又在買 他基本上這是應該算成長啊 只是現在這個狀況 國際股市狀況這麼悲慘 他後面會不會成長 這個在做觀察的 但是一般來說 其實反而在看還是成長 蘋果在看也是看成長 你知道嗎 昨天有一個JP Morgan有寫的報告 那個今天我記得新聞上也有想 那個早上的早報就有講 JP Morgan寫的 他講iPhone的那個EMX廠 他還是估什麼你知道嗎 他是估明年 今年的iPhone是成長的 就是第一 你現在已經這麼慘了 就是看起來第一季很慘 第二季好像也很慘 但是他那個報告竟然寫出來是 年初預估成長7% 對不對 然後呢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變成長3% 還是成長 你有沒有覺得很妙 所以如果說這個 他講的東西是成立的話 當然同朋友 成不成立不知道 後面再就觀察了 不過如果說 以目前蘋果的狀況 蘋果到現在是沒砍單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 他真的沒砍單啊 我不要在騙啊 這沒砍單嘛 但是大家預期後面會砍單 所以你的股票拼拼殺 大家預期他第一季會砍單 就第一季可能庫存太多 第二季他會砍單 大家現在是預期嘛 那如果第三季新興出來的話 大家預期 就是預期後面他就上來了 所以呢 所以你第一季那麼慘 結果7%變3%還是成長 那表示第三第四季 如果說疫情核款的話 他是整個往上衝啊 應該沒錯吧 蘋果昨天有沒有暴跌 昨天美股暴跌嘛 蘋果好像只跌2%對不對 那後面又拉起來 所以那種有品牌的東西 甚至說他需求 應該這麼講 他是需求遞延 需求遞延 需求遞延應該就是有機會了 好不好 那你需求 優群也是蘋果的啊 對 當然蘋果最近就有一支嘛 被警示嘛 一直警示 一直跌 這被警示啊 昨天不是3月18號又有警示 其實公平是怎麼會跌到警示 警示就會有流動性風險 他有流動性風險 因為你要買 你要買 如果說你是主交過銀行 你要打電話給音樂員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要再另外拿一筆錢 對不對 跑去銀行 然後把錢存進去 他有辦法買 所以那很麻煩嘛 很麻煩就是 這種鳥行情 對不對 他是被 警示就有流動性風險嘛 問題是 現在就不是他的問題 現在大家都跌停 那不是每個都跌停 誰不跌停啊 700多家是不是跌停啊 但是像這個 如果說 如果說啦 現在3月19號嘛 如果說他4月初公佈來 營收是5開頭怎麼辦 營收5開頭 他現在警示到月底嘛對不對 這真的是超級警示 怎麼一直警示 這主管現在幹嘛 他警示到月底去耶 也就是你4月初他才會解禁 那是不是才會解禁的話 我說真的啦 這次是我很喜歡的股票啦 我在等他幹嘛 我在等他反轉啊 我在等他反轉啊 等他反轉對不對 等他反轉怎麼樣 就是他如果後面 因為你現在 大家都跌停嘛 這一直跌嘛 他跌我也不知道跌到什麼時候 對 然後呢他如果月底 這個地方4月初解禁的話 他營收如果交曉出的話 應該是如果說那時候 盤勢有稍微比較穩一點的話 應該就抬上去了吧 抬上去的話就 就之前賣掉了買回來啊 不是這樣子嗎 我不是這樣跟學員講的嗎 之前賣掉了買回來啊 就賣掉吧 這種都是等攤而已啊 只是他現在就不好買啊 就警示啊 基本面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然後什麼問題 沒問題啊 你就看4月初公佈出來 是不是5開頭嘛 如果說有下調的話 就遞眼嘛 遞眼到後面嘛 你蘋果的5nm封裝 那不是他嗎 那不是他只出一個無層次費用嘛 剛剛出財人而已嘛 就蓋無層次他蓋的嘛 機器呢 機器又不是他出的 啊 除非你蘋果後面5nm不要了 不太可能啊 5nm啊 5nm那個 AGPU就是 APU啊 就他封裝的啊 然後 那個 今年年初不再講 那個什麼Sony的CIS 什麼 Sony CIS 我相信我在節目上跟大家提過 甚至說在我的索碼裡面跟大家講 那CIS 認真還沒過嘛 對不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說那個是假的嘛 他不是炒這個東西嘛 但是什麼時候過 年底過 應該說差不多了 但是呢 是什麼時候 應該這麼講啊 他那個是有在認證 沒做 因為是認證過了 是今年年底超量產 他本來就不是年初的東西啊 所以那個新聞 新聞是 反正股票在漲他就隨便寫嘛 都忘記了嘛 不過呢 有人不能弄的東西 有那個東西 但是呢是年底量產 所以呢 所以他年底卡了一堆東西嘛 又卡什麼CIS 這個Sony的CIS嘛 對還有呢 他什麼GN嘛 有沒有GN他沒做嘛 台電都有在做GN的耶 但我加嘛 GN也是年底啊 還是年底啊 那蘋果的那個新機 也是年底啊 所以他全部都卡在 他本來就是卡在年底嘛 卡在年底的話 現在就一直跌 就等攤平啊 就等買而已啊 等反轉啊 不然呢 所以像這個 這個我是喜歡的啦 好不好 就 沒聽到什麼問題 好不好 沒聽到什麼問題 好看一下有什麼 還有什麼 欸 早一點 看一下啊 然後剛剛有問記憶體了對不對 他說那個記憶體喔 應該這麼講啊 記憶體它是跟著報價走啦 跟報價走啦 就是報價如果再漲 它就會漲 報價如果再跌它就會跌 那報價 報價有沒有漲 報價現在有一點點在鬆動 報價啦 有一點點在鬆動啊 所以報價如果說有在鬆動的話 就是 他們這種股票本來就不是看報價的啊 本來不是看基本面啊 你該不會又要拿國具那一套來說 這個基本面 什麼本益比 什麼很便宜 什麼什麼了吧 記憶體 矽晶圓 好不好 然後那個被動人件 都是看報價的 需求只要稍微 那個供應鏈這邊 只要稍微有一點點停滯 或是幹嘛的 就是稍微停一下 然後呢 報價開始沒有往上衝的話 就往下掉了 所以呢 所以你也不用管它 不用管這什麼賺多少錢 像什麼微槓 你也不用管說 啊這個 到底它賺了多少錢什麼的 你不用看它什麼賺多少錢 你只要看那個東西叫做報價 它的報價到底有沒有漲 報價有漲的話 你眼睛閉著買就好了 你也不用說什麼 它EPS多少 都不用管它 你都不用碰它 好不好 你就是看它的那個報價 好不好 報價 現在報價一定是有鬆動的 有鬆動就掉下來 掉下來 該停損就停損了 只是現在 現在這個 你上面沒砍這個地方 你砍不下去了 那砍不下去怎麼辦 砍下去就 就等判談了 那怎麼辦 這麼跌成這樣子 就直接砍一半了 看不起 775加多少 39 現在多少 39多 全部都砍一半 所以現在 我現在就不是股票的問題 現在就是全部都砍一半的問題 這也是啊 剛剛問國劇 也是哪一半 這種都是報價的東西 你不會覺得很扯嗎 不是 那時候 外資寫多少 好像寫600 是不是寫600 我記得寫600 566 38 昨天喔 昨天寫566 某個自然利 566 22塊 管他雇25塊 現在變22塊 台南 明年 27 566 566 怎麼跌停 不好啊 誰管你外資寫什麼東西啊 先砍再講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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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真的啦 路這麼輕 該反應都反應了 所以你後面應該會怎麼樣 現在這種跌法喔 它不太可能一路跌跌跌跌跌到零什麼的 股票不太可能跌到零啦 所有股票都跌到零 不會啦 它到一個價值什麼股進比什麼的 每次股票不一樣啦 它到一個程度它就會停下來 一旦停下來 它開始做震盪的時候 後面利空就會出來了 比如說它現在跌這樣對不對 第二季 第一季庫船很高 它開始怎麼樣 廠商開始什麼砍單幹嘛的 你第二季可能會聽到很多砍單的 四五月都會聽到砍單的啦 但是呢 但是已經跌一段下來了 砍單是有個屁用啊 你砍單股價可能不會跌你知道嗎 可能就不會漏了啦 因為現在歡迎啊 那都砍一半還是怎麼樣 都沒有 這個啊 這砍一半啊 這沒有砍一半嗎 現在剩多少 我看一下 101 加242呢 現在101呢 107最低101 收107這個是砍一半還不夠 你242除以2的話是1211 121還比砍一半還低 現在就這樣 但是像這個就是你也不用砍了 看能不能彈起來啊 好不好 所以像我剛剛跟大家提 就是你心態這地方 你可以稍微 稍微 不要看那麼壞了 因為疫情這東西 你現在歐美這部分在做的 就是一個月前中國在做的嘛 但是你現在去看一個月前 中國做的事情 對 你又覺得這個很恐怖什麼 但是一個月後呢 你現在來看中國 怎麼慢慢的解封了 就是慢慢解封了啦 慢慢解封的話 你這個都是你就把它對到歐美的部分嘛 對 然後呢如果說疫苗這個藥物有效的話 其實後面怎麼樣 後面它應該是 應該是 我的看法是後面會慢慢的回穩啊 好不好 所以你高檔沒有出的這個地方 真的 說真的啦 我叫你到底也打不下去 你敢打下去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 像這個 那個散熱的喔 如果說有彈起來的話 你可能要稍微做減碼 有彈起來啦 因為這個產業趨勢已經 它已經不太對勁了 不太對了 你說像精彩 它有副爸爸台地電照著嘛 台地電現在就拉著它嘛 我封裝都給你做嘛 我讓利給你嘛 你跟我收錢 不是跟蘋果收錢嘛 對 我跟蘋果談 然後呢我再付你錢 然後我不會拖你的錢 蘋果可能會拖我的 算我的 然後我不會拖你的錢 所以它有副爸爸照著嘛 雙紅這種呢 它沒有人照著啊 它沒有人照著怎麼辦 你看那個操縱雙紅 去年不是說什麼 那個手機的散熱啊 那個散熱片啊 全部大擴廠 大擴廠的話 你覺得像這種狀況 以安卓這裡來講 今年手機會不會 會不過升 甚至說手機會不會第一季 第一季全部都變庫存了嘛 你第二季後面就是消價競爭嘛 有消價競爭 然後呢如果說量沒有那麼大的話 你覺得這些公司會不會影響到 需求沒那麼大 就是安卓這邊需求可能沒那麼大 蘋果就是20%啦 蘋果再怎麼搞就20%啦 它現在在做的就是吃原來蘋果這一塊 它自己的那個換機槽 它本來就沒有在吃什麼 沒有在吃什麼 什麼新的試占率 它就吃它這一塊 所以蘋果跟安卓是不一樣的 然後雙紅這個就是大家都在擴廠 所以它這個地方 它是不是法縮開始往下跌對不對 那個地方就是你操縱 本來說不做那個散熱板 後來操縱也說要做了 操縱的規模又比雙紅大 所以一旦它也做下去之後 價格就是會往下崩了嘛 所以像這個如果說有談起來的話 它產業趨勢已經不利後面了 因為之前就是他跟泰塑做嘛 對不對 去年的時候嘛 去年是他跟泰塑在做嘛 做得嚇嚇叫嘛 但是呢 但是今年呢 今年就是 應該說去年年底 又跑出一個操縱說 我也要做 對啊你們哇 股要長那麼高了 我也要來走 我也要來炒一下 炒一下就怎麼樣 就崩下去了 所以就算第一季 手機賣的OK 假設沒有這個疫情的話 就算DG賣的好的話 你下半年大家產量都開出來 下半年一樣是往下走 好不好 就是他們的那個單價啦 報價啦 所以它的產業確實不太對的 所以如果說像這個散熱的 什麼 有彈上來的話 好不好減碼 我認為是要稍微減碼一下 因為手機那一塊 基本上壓力比較大 對就這樣 然後還有問那麼聯軍的 其實它是 它是 基地台要用的 它有TOF 它長這一段就是基地台的部分 它有那個TOF TOF是蘋果的 蘋果的 蘋果今年手機後面會多一顆鏡頭 去年是三顆對不對 今年那個新的會四顆 TOF的部分 TOF的部分 聽說它也有封裝 所以它這邊在長這一段 一樣 高點沒出 你這個地方就看得悶談了 好不好 這邊我有出嘛 我相信我有帶我們的貫特 先出掉嘛 直接放先出掉 出掉 哇現在現在 春 這八十春五十幾 但是基本沒有變 我說真的基本沒有變 為什麼 因為投信百克斯的趨勢跟價值 就在這邊 你看它一直買 一點點就買 買什麼 買後面會漲上去 因為疫情會過去 有沒有疫情是會過去的 好不好 這個東西不是黑死病 會死一堆人 疫情是會過去的 疫情會過去就是 還是一樣 一開始跟大家提的 這地方 你動作可以稍微緩一點 但是你的心態要開始 反向思考 好不好 你不要看那麼空 心態你開始 比較偏正向 你要買的話就是 比如說跌一下 聯軍跌在這邊 有沒有投資價值 有啊 為什麼 投信也套一堆 為什麼它會套 因為它認為這個地方有投資價值 你要買的話就 我把它買十張 我把它買十張 一次十張嗎 不是一張 好不好 明天跌停再一張 對 後天後天不會開盤 禮拜六又跌停再一張 你要就這樣買 連續十根跌停 沒差可能吧 應該是不可能吧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 要買的話分批買好不好 不要把錢一次一次打到滿 好不好 最後一個又同心電 最後一個 回台下同心電 要減資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會跌成這樣子 嚇到慘了 去年底的出來沒有 去年的 哇又減資 對啊 我記得它減資 去年一 去年四塊四 哇蠻低的 差不多啦 去年就這麼爛 今天應該會好一點 一樣啊 等反轉 等反轉 這次我是有朋友 有大咖的在看它 就等反轉 等反轉 沒反轉怎麼買 那抄底嗎 對 要抄也抄那個啊 那法人在買的啊 對 要抄 你現在要抄的話 就抄法人正在買的嘛 比較安全一點嘛 比較安全一點嘛 看他們到底買什麼 買這個比較安全 幽群金像電 對 什麼四季鋼 買這個投信法人現在還在 崩盤他們還敢買的 這種應該是基本面 比較強的啦 你如果說真的想說 我要抄一下底幹嘛的 好不好 你就找這些 當然不要一次全部咬下去 好不好 慢慢買 起碼現在你要七八成的 現金在手上 不要全部縮哈 全部縮哈 如果說後面真的又怎麼樣的話 就拍一眼 好不好 你要搶短不反對 但是呢 停損設好 然後呢 少量好不好 少量啊 要盡量挑那個 應該這麼講 像這些股票 我問你 就算你現在套住 有沒有機會解套 啊 有沒有機會解套 你問你自己就好了 我現在買這些股票 我會不會解套 有沒有機會解套 或是說我現在買台積電 台積電現在多少 我買台積電 哇這下影線好長 不會是你買的 對不對 下了半死 沒砍就不錯了 現在248差不多250 我現在買了 我放一年好了 我可不可以解套 有沒有 你就問你這個問題嘛 如果說你覺得可以解套的話 一樣 要買的話 慢慢買好不好 慢慢買了 不要一下子 欸我剛好有500萬 我20張下去 結果呢 哇明天又跌停了 啊老師我好慘 你不可以一張一張買啊 每個20塊買一張 對不對 買到它跌到100塊而止 不可能 你就慢慢買 買到什麼 它只要有沒有 它這種就是跌跌跌跌跌跌 後面要麼就V型 要麼就盤底了 等到暫緩五日線 暫緩五日線就是 不會敲多一點 就這樣子啊 就是一邊抄底 然後一邊等 一邊等什麼 等震盪完暫緩五日線的時間 好不好 好啦我們做個結論 做個結論好不好 那4點多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這種崩盤 好不好 當然第一個還是跟大家講 那個 按個訂閱 點個小鈴鐺 好不好 就是節目更希望第一天推播 我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啊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 現在全世界都是 你灑錢基本上 短線上可能沒用 因為怎麼樣 因為大家都是 不能自咳嗽 不能自咳嗽 你拼噤噤幹嘛 但是自咳嗽的東西 有沒有 中國有在做 好不好 這個藥 對就是現在有在臨床實驗 如果說有效的話 那個歐洲那些 對歐洲 美國這些應該就 應該就有救了啦 好不好 所以就是像這個 那個法拉 那個法批拉尾 好不好 還有那個成為在做這個疫苗 就是那個腺病毒 後面接一段上去 讓你的免疫系統可以認識它 後面 你感染的 基本上就不怕了 好不好 就是有在做這個東西 當然這個 盡快做 好不好 你配合封城的話 可能就一兩個月之後 可能就會慢慢的 我們比較樂觀點想 好不好 比較樂觀點想 你現在又封城 又在研發疫苗的話 可能就是一兩個月之後 一兩個月之後 應該就是慢慢你會看到 比較稍微樂觀點的訊息 這段時間就是 動作可以不用那麼快 但是你的心態 稍微 你可以反向思考 好不好 我們今天為各位分享到這邊 那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如果說還沒回答到的 就利用下面的留言板 好不好 今天各位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籌碼 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 今天祝福大家明天超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